今天来到金牌调解的许女士和谭先生曾经是夫妻 多年前因为感情的问题他们选择了离婚 可是这个离婚的状态却没能坚持太久 将他们二人的命运拉回到一起的是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 可是历经磨难重新生活在一起后的他们日子却过成了一团乱麻 徐女士对谭先生的怀疑日益加剧 而谭先生对徐女士的疏离与日俱增 可就是这样彼此痛苦的两个人却又偏偏不愿意分开 观察员刘峰在调解的现场直接用了12个字来形容他们之间的相处状态 在一起过不好 分开了放不下 究竟是什么样的矛盾将他们两人之间的关系变得如此纠缠不清 而又是北辰怎样的一段发言击溃了徐女士的内心 让她在调解现场气不成声 如果你真的这么狠 你反而救了她 就像当初她救你一样 他们二人这样一种过不好又放不下 同时还给彼此带来痛苦的生活 能否在今天的调解现场得到一个妥善的解决 答案尽在今晚的金牌调解过不好又放不下的夫妻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 欢迎收盖江西卫视金牌调解 大家好我是张婷 欢迎本场调解员李津平 欢迎李老师 欢迎观察团各位成员欢迎大家 欢迎双方当事人徐女士和谭先生 先了解两位当事人来金牌调解 想要解决什么问题 就是我们结婚已经三十几年了嘛 马上快四十年了嘛 现在我等到她家里住的 我心里不舒服 你们在什么方面出问题了 哪方面都有 经济方面 情感方面还是 对 都有 感情上出过问题 对 我们在大儿子三十岁的时候 离婚之道的吧 你们已经离婚了 对 既然都已经离婚 离婚半年嘛 就到遇到一次了 离婚又没离家 这样过了多久 一直到现在都是这样子 离婚不离家的这些年 是什么方面出问题了呢 在感情方面 在经济方面都有 所以你今天希望怎样呢 我希望她这么多年 为什么要这样子地点我 我希望她把她这么多年的事情 全部是清楚 好 谭先生的诉求是什么 我什么都没说的 反正我听她的 她怎么干就怎么干 她说存在了这些问题 感情方面的问题也有 经济方面的问题也有 你觉得呢 经济方面的问题嘛 我现在就苦地起头 上交给她 还这么说 你觉得没什么问题是吗 吃着这个 感情的问题呢 有吗 感情上面嘛 我跟你讲的嘛 她有 你叫我怎么都不好怎么说 什么意思 是有还是没有 她个性太强 所以呢 向我们承受不了 于是实现 她说的感情出问题 不是你说的 你们俩人的相处出问题 你应该清楚的 有没有出过问题 面对主持人的问题 谭先生陷入了沉默 这沉默的背后 是不知该如何回答 还是不愿回答 我们不得而知 看到一旁的前夫 没有回应 徐女士干脆替前夫 回答了这个问题 原本结婚 已经十多年的他们 当年正是因为 谭先生在感情上 出现了问题 才导致他们的婚姻 过不下去的 就是我们生了小儿子 生了澳台 然后就是 走这个小三十 买水果 也有年龄大 在一起 走三十 她就跟着 小姑娘玩玩 那个人们 我们这个白天子 也不是一年年龄 就晓得这个女的 就是不是一般的人 什么叫做 不是一般的人呢 就是看起来 就是作风不好的样子 看起来作风不好的样子 男娘也是的 就是有很多风言风语 是吗 对对对 我们这个园不是 一年两年 明白 风评不太好 对 是吧 对 然后她跟他 两个人有这个事 跟她怎么了 人家就怎么了 人家就有事了 她老婆回来 我就找她 我就在街上 大街上喊 喊了她 她就 她就出来了 出来了 我就看到她 没有看到了个女的 然后就是 就为这个吵了 你怎么就怀疑 她跟这个女的 有什么问题 我没看到什么 但是 那怎么就是认为 她有问题 她那个表情 就是这个样子 就是做这些事情 她从哪出来了 什么表情 我也没注意 她在哪个出来 这不是莫名其妙怀疑吗 也不是莫名其妙怀疑 她那种 出来的那种 那种表情 那种样子 就是做这些事情的 我再次问你 从哪里出来 就不晓得在哪个陷子里 就跑啊跑的 两个人就跑的 她就出来了 就是满头大海 齐喘吁吁 就人家就是一个 一个气喘吁吁的状态 你就说她有问题 我就怀疑啊 你只是怀疑 你并不没看到 是不是 我没怀疑 是哪个女的 我都没怀疑 就是 那你为什么 就怀疑那一个人呢 到最后 她承认了 不承认 我真的晓得是哪个女的 承认了 对 所以你心里 在这个时候的想法是 法人就是吵啊 就是老啊 老到最后 他就是在那个仙子 我们在那个仙子 你们走三人嘛 在那边一旧嘛 他就是大海嘛 意思就是我太凶了 不能够我够了 就是离婚提出的 他先提出的离婚 对 是我起出来 老得要离婚 但是他后来就是 就是承认了 就是离婚 离婚 他本离婚要跟他离婚 就是他坚持了离婚 对对对 有吗 谭先生 我具体 我现在记不清了 有这个事吗 这个我想不起来 真的 真的不好 完全没有回应 没 真没有 我什么的 我应该大脑 已经整个下过地了 你知道吗 后来才组装起来的 我这么问你吧 我们只能做假设了 如果你说 你完全不记得的话 假设他讲的 真的有这样的问题存在 谭先生你怎么想 我发现就叫 他看得办 他看得办 我的心态就是 反正我现在苦的钱 我三交给他就行了 曾经发生过什么 就不谈了 是吗 这个事情全部翻片了 过了哪个人 都急身里下来了 你也不管他到底怎么想 他到底太不开心 我不想 他到底怀不怀疑你 你都不在乎了 不在乎 对 就是这个 他又不跟你再一次 就是这个 选到哪个就到哪个 无所谓了 对 就这个 对于当年的事情 谭先生用一句 不记得了 就将此事一笔带过 但无论当年事情 真相究竟如何 他们二人的婚姻 在这次矛盾之后 就迅速走向了终结 那么对于大多数夫妻来说 既然离了婚 两个人就会慢慢地走向末路 可命运 有时就是这样爱开玩笑 就在他们二人离婚短短几个月后 一次意外降临到了谭先生身上 也正是这次意外的发生 把原本该见雄见远的两个人 又重新拉回到了一起 就是我在高空追落 一五年三月二十几 那天正好把电锤打到上面 打到把钻头打断到了 电锤把我人一起炸飞下来了 现在我整个大脑都补过来 伤到什么程度 这个斑笔 我都换到现在头上 已经盖了一个太空旅来 一个旅板刻到头上来 反正我就是从出事后之后 就是去年 到今年稍微能出来苦苦去 一般的平常我说 我都不能苦去 为什么呢 就身体一直没有调整得好 你出事以后 是一直他在照顾你吗 你们是生活在一起吗 对的 就是从他学下来以后 在里面住了三十八亭 三十八亭其中有十八九亭 反正是半个月以上 就是所有的家人的亲切 朋友来探望他的吧 朋友回来了吧 虽然已经离了婚 但在谭先生失去意识 躺在病床上的这些天里 是徐女士在一旁悉心照顾 这一举动的背后 无疑说明着 徐女士心中对谭先生 还留有一定的感情 而谭先生在意识清醒 身体恢复之后 也应该知道 是这个和他已经离了婚的前妻 在他住院的这些天里 为他担惊受怕 替他打理一切 按理说 共同经历了这样的磨难后 两人该更加珍惜彼此 可徐女士却告诉我们 他们二人重新在一起后 却又偏偏没办法把日子过好 他就是闹着要回来 什么叫做闹着要回来 就在医院要穿越回来 这个时候可以出院吗 医生是叫穿越的 医生可以出院 回来他人家一般的都是说 要一年年龄 以后才补这个一块的 他们补这个一块嘛 对吧 是一个洞 他就这个夏天 他说少有二十八号出的事 然后他到就这个夏天里 他自己就可以补回来 补回来又只有二十三天 事情也没处理 他也要出来 就要费要要出来 就穿越完回来了吧 回来最后就年龄 就拿了十万块钱 本来应该是赔偿多少呢 你觉得 那我也不懂啊 你怪他什么 我没有听明白 你在怪他什么 怪他就是不应该穿越完 应该把事情穿得好 人家坐于戈壁 你是觉得他进程太快 处理得太 出院出得太草率 对对 什么赔偿都没谈清楚 对对 事情没穿好 人家坐于戈壁床位度假 你不可以穿越 你事情不穿越了 那你的意思就是 你希望他继续 待在医院不要走 我也有这种想法 你跟他沟通了你的想法吗 沟通 然后呢 他就少不了情 不可能少不了情的 到后来换这个头骨的问题 你的意思是 是谁告诉你 不能这个时候换 应该要时间再久一点 谁告诉你的 人家都是这件事 人家是指谁 医生还是指谁 不是医生 就是那个门口的人 那他在这个时间段换 他是听了医生的 还是他自作主张 他觉得换就能换的 他自己自作主张可以的 不是医生的建议吗 没有人通知了 但他到医生就通知了 去跟他换了 对 医生同意了 换可以吗 你觉得 还是 哪怕医生说可以换 我也觉得不应该 没有 他换了 你是无奈接受的 还是 好 再问你 如果你觉得 不该在这个时候换 你是出于什么考虑 你觉得不该这个时候 赶快换了 一份钱没拿得到 还是为了这个赔偿 对 在这整个过程当中 你们两个人 是完全没有办法沟通的吗 对 完全没有 一站就是 反正就是吵吵吵吵 我们两个人 说是心知缺带人 但是呢 就是吵吵这个事 更狠 更加了 更加了 我问一下 谭先生当时 是急着出院吗 不是 有时候就是医生讲的 你扶他好了 就出院吧 后来不要 上场检定嘛 几次我们去 上场检定 十八级 你的意思就是说 在赔偿这个问题上 我按照正规的程序 他已经只能 做到这一步了 对 因为在他的概念里 他的意思是说 我们当时就应该 住在医院里 他就是什么东西 都要好强 跟人家争锋的 得利 你不喜欢那样去 争执闹 我不喜欢 我就这样来 我只要把生命留住了 我不会去跟人家争 主要一点我想出来 把生殖能够端理好的 好的 早点康复 我来自己哭泣 有些事情呢 不要过分地 跟人家经营指教 我就这个心态 这个也没有办法 这个也没有办法跟他讲吗 你叫我怎么想他 他自己太那个了 我现在就是 做每件事情 都要听他的 这个地方能去 你就去 你不能去 他就不去 就不去 就要处处 要跟着他转 就这个心态 谭先生出院后 徐女士一心想的是 如何想尽一切办法 争取更多的赔偿金 而谭先生想的则是 让自己的身体 尽快康复 两个人不同的想法 让好不容易 积存下来的患难之情 在这日复一日的争执中 消耗殆尽 感到不胜其烦的谭先生 甚至开始 想要逃离徐女士的身边 而正是这种举动 触动了徐女士 敏感的神经 让她不禁开始怀疑 那个曾经 让他们二人婚姻 解体的情况 再一次出现了 这对于徐女士来说 无疑是旧伤未遇 又添心伤 最起码十八九天都不行 我就让了她 就让了她 让了她 让了她 就打进来 就是我先走就走 先跟你关机就关机 先不进你电话 就不进你电话 到现在为止 我手指高的 她也跟我拿到汗面来 她就这个样子吧 这个状态以后呢 发生了什么 值得你怀疑 这个怀疑什么 没听懂 就是我们前年 我们回家过年的时候 到增加案来 过年的时候 等于那个女的呢 正好在城后面 就叫我到她家 去拿包子 回来 带回来 就这样就有问题了 是吗 拿东西这个举动 是很平常的一个举动 还是说从来没有过 就那天突然发生的 你没拿去 没去 她为什么会叫你去呢 为什么呢 我跟她哥哥是童年 你这就是一个寸子 一个状子里的人 她在增加案 照顾一下熟人 等于拿的包子 回来过牛 我为什么是把我们老家 那个房子里面 装个监控 我说你说我外面有女人 你可以在监控上面 带不带人回来 你看得到 装到我老家的 正好对住大门 看得到人来人 可以走来走去 都看得到的 就是我叫她放心我 装完了以后呢 她相信吗 她就是不表达这些问题 就是你装与不装 这种证明自己的举动 对于她来讲 没有意义了 没有意义 她就好像 我去江湖就跟这个女的有关系 她一直就怀疑的 我根本就跟她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就已经到了这个时候 你老实的时候 你就说有这个死亡就请来 我 这么多只 另外一个房间 我跟她一点关系都没有 这会不会怀疑得太草率了 那她一个又不回家 打电话又不接她到哪里去了 所以关键点其实在这儿 对 并不是这个人有什么真的值得你怀疑的 对 我也没针出去 她长期她的状态 对 让你不放心 对吧 对对 她为什么呢 有时候像我们就是大脑开过道的时候呢 一跳我就容易发火 就是一受刺激 马上就跟火伤爆发一样的 明白 所以我就有时候就把她手机就拉开了 逃离她的目的是什么 逃离她的目的就不唠叨了 谭先生想过回家吗 我反正苦得起交给她 就是我最大的思想 去的我什么都没有 回不回这个事情 不考虑 那就可以彻底分开 考虑吗 反正她的一切事情 我都跟她包括她的养老保险 做公交车子的东西 我什么东西都跟她想做得好好的 我这个样子 她要有好的 她就去吧 我是无所谓的 她如果没有呢 她没有 我希望还是我们在一起是最好的 但是你又不愿意回家 这个就她自己呢 动不动就是这样子 她管理人太狠了 我又没有什么东西对吧 她这个人就是 一直就是要拱住的 要拱了她 要钉住她 钉住 对 可能就这个钉让她很难受 那个我就不晓得了 一个在前面逃 一个在后面追 这就是谭先生和许女士 这么多年来 离婚不离家的相处状态 共同生活在一起的他们 带给彼此的只有痛苦与压抑 可谭道彻底分开的时候 他们心里又放不下对方 加上几年前 他们的大儿子 被诊断出了抑郁症 时刻需要照顾 生活的重担 也让许女士更加没有办法 放开谭先生的手 他们两人这样纠结不清的状态 让调解经验丰富的观察员 陈兴东 都感到十分诧异 老实说 许女士 谭先生 你们二位的离婚不离家 是我参加金牌交接以来 我所知道的最奇怪 你们二位的婚姻 为什么会解体 谭先生 我不管你记不记得 我也必须跟你说 婚姻的去留 全凭自愿 就是我在这婚姻当中 我过得就是不开心 那么离婚是自由的 但是婚姻的忠诚 是无条件的 所以说谭先生当初 确实是破坏了婚姻的忠诚 我说这一点的意思就是说 谭先生 不管你将来和许女士 会不会复婚 或者说你将来会跟 别的女人结婚 我都希望你 记住我刚才所说的话 第二点 许女士你又没发现 这么多年的纠葛 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 你放不下 你可能放不下这段关系 虽然这段关系让你非常难受 但你放不下 你也放不下你自己 你自己的那种顽固的那些观念 想法和性格 你们现在这段特殊的关系 谭先生作为丈夫 在做丈夫的时候是不合格的 但是我觉得现在你们这种特殊的 合作关系 它实际上是合格的 为什么这样说 既然没有婚姻的保护 那么她的情感是自由的 她的两性关系 她是自由的 她还能把她的收入交给你 我觉得某种项目讲 作为合作关系来讲的话 她做的是合格的 但是许女士 你是不满意 因为你的要求 你的想法和她是不一样 要么就是许女士 你能放下自己 放下你对这段关系的幻想 你们也许还能和平共处 谭先生还是能成为一个 合格的合作者 要么你们就是 真正地结束这段不正常的关系 谭先生我们作为父亲来讲的话 他是有他应有的责任的 那么他负 他该负的责任就可以了 而你们两个之间的关系 应该有一个圆满的句号 没有必要再这样纠缠下去 所以说 这就是我给二位的建议 我希望你们对这段关系 我觉得应该有一个 非常妥善的 一个比较彻底的解决 就在今天的监牌调节 我们见过很多 中老年夫妻 这个闹矛盾的状况 几乎都是同样的状态 就是在一起过不好 分开了放不下 那为什么在一起过不好 因为你们的反差特别大 男方呢 他可能是一个 有自己小想法的人 而女方呢 控制欲很强 或者说 你希望男方做一个 标准化的丈夫 经济上彻底跟我透明 感情上彻底对我忠诚 但男方的认为呢 是这样的 你越是要控制我 我就越是想远离你 假如你希望 跟他继续过日子 男方呢 继续希望跟女方过日子 你们只要做一件事情 便好 但你们从来没有 做过这件事情 就是男方 你要了解女方的 为什么控制你 你要花一个 足够长的时间 让他彻底的 发泄 倾诉 他为什么 面对你的时候 他会如此的 没有安全感 不管他说的对与错 你要静下心来听 等他把所有的事情 发泄完了 你再去跟他解释 反过来说 对女方 你也得给男方 一个倾诉机会 为什么 我跟某个异性 在沟通 在聊天 在说话 在做什么事情 原因是什么 你让他放开来说 所以希望大家都坦诚一点 都耐心地去听 对方真实的需求 只有这样 才能得到彼此的尊重 彼此才会 给予对方 最大的温暖 你们晚年 才能好好地在一起过 两位好 徐女士 我先问你两个问题 小问题 简单回答我就好 第一个 离婚以后 为什么还坚持 这么多年呢 是还对他有感情吗 感情早就没有了 对 那为什么离婚之后 还能坚持这么多年 就连个儿子嘛 放心不下 聊得给他嘛 哪个都聊给他 都不放心 这不矛盾呢 我可以理解为 你是要他这个人 然后有他的生活费 或者为了钱吗 有这个 那如果是为了钱的话 或者为了他的责任的话 他都重伤成那样了 如果没醒 不能赚钱 还要大量地花钱 那会儿你会走吗 真实回答我 我也不会走 对 我走不了 好了 听我说 那不矛盾吗 我又不会走 你说为了钱 为了他的责任 他进不了责任 也没有钱 摊在那儿 你也不会走 这是什么呢 你根本没有 看清楚你自己 你对这个男人 不管你是习惯 还是爱 总之 你离不开他 是有感情的 这个感情我说了 不一定是爱 也可能是习惯 你自己掉在这个坑里了 你知道吗 对 对 面对你们这么多年 是是而非的婚姻 其实有三种做法 有两种是对的 但是你们恰恰选择了 一种错误的 我跟你说说这三种 第一个是结束 离婚了 就是代表着我们的感情 金钱关系 任何关系都结束了 结束了 意味着什么呀 意味着心生 还有一种也是正确的 那就是 不是结束 是结合 我们重新选择 再结合在一起 这个我把它命名为重生 我们重新生活在一起 但是前提是有法律的保护 原来的问题 原谅了或者解决了 我又重新开始生活 可以的 正确的 唯一一个错误的 就是你们现在的状态 纠结 牵扯 它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 现在你们状态是 夹生状态 夹生的 两个人的关系 如何定位 包括法律上的界定 非常重要 因为它会直接影响到 我们心里 对对方的一个要求 这是一个映射 因为你们在一起 貌似夫妻 我说似是而非的夫妻 那貌似夫妻 我们天天生活在一起 那我当然我要要求你 这就是你对他的要求 但事实上呢 在男人心里 又想我是你什么呀 所以他愿意 把自己出苦力 拿来的钱 供养这个家 是因为他想尽到 作为父亲的责任 但是在男人的心里 其实我并不想尽到 我做丈夫的责任 明白吗 这就是没有被法律保护的 一个所谓的 同居关系的一个 最大的弊端 所以这是我想 特别提醒你的 许女士 你没有真正的爱过自己呀 为自己设想过 最后我想跟谭先生说 谭先生 我也是做心理研究的 包括从微表情 细节上我可以看到 我觉得许女士 不会去栽赃你 不管你 说不记得了 我大脑受伤过 来做一个演示也好 或者我忘记了也好 其实 如果一个人 对自己的道德水准 人品和人格 有坚决的 一个信心的话 比如你问我 我哪怕忘记了 前40年的事 凭我现在这一年 对自己的了解 我也会说 我坚决不会做那样的事 所以有些事 女人心里的伤 不是像我们外表的创伤一样 上点药 消消毒 一个创可贴 就可以好了 你说我把我所有辛苦 劳作的钱 都给你就完了 那一页就翻过去了 不是 那个创伤的 没有真正得到一种认可 或者一个道歉 她心里的伤 永远过不去 有的时候 女人的心就是这么轴 轴到可以 没有任何的法律保护 照顾这个家 照顾你二十几年 轴到可以 在你生死为补的时候 把自己后半生 还跟你记在一起 她就是这么轴 你能明白这一点 我觉得你就应该明白 以后将对她怎样做 要么给她一纸文书 给她一个合法的婚姻 让她做你合法的妻子 忠贞于她 要么就彻底放手 哪怕你表现得再绝情 都没关系 说不可能了 我们彻底离婚了 你不要再联系我 我应该尽到的责任 我可以做到 我应该做的一切 如果你真的这么狠 你反而救了她 就像当初她救你一样 北辰的发言 似乎是道尽了徐女士 这么多年来 心中难以言说的痛苦与委屈 才有了她在调解现场的 气不成声 正是谭先生多年来 这种不表态 不面对 模糊不清的态度 才造就了他们二人 如今家不成家的生活现状 也让仍旧将谭先生 视作自己丈夫的徐女士 内心承受了 这种纠结与不安 带来的伤痛 待到徐女士的心情 稍加平复之后 调解员李金平决定 为徐女士剖析出 谭先生的性格特质 和目前的心理状态 希望能够帮助他 更好地了解身旁的谭先生 谭先生目前 其实他态度也很清楚 我原先做没做过什么事情 我记不记得是一回事 但他总结了一句 就都翻篇了 那么现在我愿意 在院子里边装上监控 你也可以随时监督我 就态度非常明确 那谭先生就是属于那种 处事相对比较简单 不愿意争争争争争争争 他很清楚 自己是什么样的人 在做什么样的事 那么在目前他的表态上 我的看法是 男人通常对自己的婚姻 会阶段性定义 比如说婚前是一个阶段 婚前是我一定要追求你 因为这个阶段 我的任务是我追求到你 然后我结婚 我这个阶段的任务我要完成 那结婚之后 通常男人会有点疏离 对自己老婆的照顾 因为他觉得 我已经把你娶回家了 我结了婚了 我要赚钱养家 我不能把你娶回来 我天天红利不行 我得去赚钱呢 所以通常这个时候 你就会发现 他把精力就转移到工作 转移到外边去了 这也是很多女人不能接受的 那么当接近四五十岁 将近退休这个年龄的时候 男人又很清楚 现在还想啥呢 现在就是少年夫妻老了 那就是有个伴就行了 大家简单一点 显然谭先生 到现在为止 他在定义他的晚年生活 他怎么定义的呢 我老了 我现在也受杀了 我到这个年龄阶段 我也不会再在外边 扯三扯四 乱七八糟的了 你只要不叨叨我 我很清静 我把钱赚了给你 养俩孩子 养你 赚钱养家 咱们相安无事 这就是晚年生活 我也能接受 到时候你病了 他病了 相互凑到一块 你照顾我一下 我照顾你一下 还有俩孩子 大家相互照顾一下 这就是他的人生 就这么简单 所以徐女士 我提醒你的是 当谭先生 现在开启定义自己 晚年生活模式的时候 你愿不愿意加入进来 如果加入进来了 就请你选择一种 相对简单的相处方式 和他相处 选择 还在你们的手里 徐女士要不要参与进来 自己想清楚 愿不愿意守着一个 选择了安定 相对简单的男人 过晚年生活 愿意就加入进来 不愿意 你们两个就彻底分开 又不复杂 本来就是理了婚的人 李金平在发言的最后 其实是抛给了双方当事人 一道选择题 今后的生活 应该怎样去过 他们二人 又该以怎样的身份 状态与彼此相处 这是他们接下来需要去思考的问题 调解随后进入密室环节 观察员廖喜玉和刘峰 分别陪同两位当事人进入密室 帮助他们在这道婚姻生活的选择题中 更好地做出判断 不过令观察员刘峰没有想到的是 此前在场上不愿表态的谭先生 在被问及对这段关系做和打算的时候 几乎是没有多想就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你现在的想法是继续跟他过呢 还是彻底分开 到这下来的目的就是还是在一起吧 但是他很唠叨啊 就是这样的 看到谭先生既不愿意与徐女士分开 又不知道如何与其相处 刘峰便在密室中进一步地交起了谭先生 该如何与徐女士进行沟通 就是你们缺乏有效的沟通 他为什么会这么纠结 为什么会这么痛苦 你静下心来认认真真听 听完了之后 比如说他讲了五个方面的要求 第一点第二点你是可以接受的 好我接受没问题对不对 第三点我觉得你说的太过分了 我做不到 假设他说你每个月给他八千块钱 我做不到 我只能给四千 好你问他四千同不同意 他说想想也是 好这不就同意了吗 最后两点我不同意 你为什么要坚坚反对 你解释一下 解释完了之后 他觉得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 他也介绍了 好了你们就达成了共识 而密室的另一边 徐女士则向廖喜玉表示 复昏与否 他还要看谭先生的态度和表现而定 他不做出行动呢 我不得了 廖喜玉则认为只谈态度太过抽象 他希望徐女士能够提出一些具体的要求 将是否能够复婚这件事落到实处 现在的问题观念的问题就是 他在这下我在上面 然后他把饿子也弄到这下口了 现在饿子不可以上来 那你有什么想法 你是希望一家人好好在一起过 对 还是分开过 我希望一起在一起过 我上面有房子我到上面住 我听懂了 你的意思是说一家人住在一起 是吧 忽然婚去一家人和和睦睦坐在一起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不住在城里也可以 就不要他出去口气了 就在家里面 知晓了许女士的想法后 廖喜玉来到了谭先生的身边 将许女士的要求一一转达 这一次的谭先生终于不再犹豫 而是直接了当地答应了下来 这个行吗 可以多行是吧 我们今天接着 今天回去 明天到明天就我都回去吧 与此同时 刘峰也来到了女方身边 告诉他 在今后的生活中 应该学会好好的和谭先生说话 只有这样 谭先生才不会一味地回避与他的沟通 你也要学会好好说话 大家都安安静静地静下心来听对方说 去想一想 人家为什么提出这个要求 有话好好说 我们开开心心地谈 我觉得就是从你的这个 你额头上的这个挤字纹和穿字纹 我就觉得你是一个心里面很焦虑很着急 很喜欢去操心事的劳碌心 就带他出事这个纪念 因为他太薄了他就不这个 说明大姐你是一个特别有爱的人 你特别愿意为他牺牲付出奉献的 所以你心里面 如果他再不忠诚于你 你心里面就很吃亏 对对 付出了那么多年很委屈嘛 我相信你的泪水就是这样的出来 但是到了这个年龄呢 他也不会在外边弄了 他也希望过踏实日子 这个你要相信 刘峰在密室中半劝解半宽慰的话 慢慢地抚平了谭女士 脸上的愁容和心上的伤痛 在回到场上之后 面对已经决定要和他复婚的谭先生 他又会作何回应呢 不要走开 我们的调解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江西卫视金牌调解 我们一起回到场上 先看一下两位当事人 目前的想法是什么 我非常感谢你们 来为我们夫妻的事情来调解 非常满意 我一直就是呢 讲了什么东西呢 就是复婚 复婚就是 这个就是一套程序 我们的在这个法力 也是太淡薄 但是这样 我们要是今天回去了 我们明天就到民政局 办这个手续 好样的 接下来呢 反正我苦的钱全部上交 不会留一份钱在身上的 我老早就跟他讲实了 我做每件事情 我以自己的一生职责 把事做好 秦医师这边 要不愿意跟他去领证 复婚 也愿意 然后我就今天的时候 跟他老道的一个吧 今天把这只够好了吧 然后我就先一嘎这一块的 不管是在乡下住 在上面住 我都是在一起住 最好 一嘎这一块的 嘎里面 这种亭 这种亭 这种挤 羊羊挤 羊羊挤 就这边挤 送你本书吧 幸福二十一问 好好学学 这本书里面会教你 怎么跟你老板相处 到这里好好学学 回去拿 回去好好看看 节目最后送上 由豪氏提供的礼包 希望大家的生活 甜蜜的滋味越来越多 感谢收看 来去民政局吧 来 现在他去民政局 非常感谢啊 好好过 调节结束了 一项说话慢调思理的谭先生 在最后却急性子的表态 要明天就带着前妻许女士 回去复婚 而许女士也在现场 畅想起了复婚以后 一家人在一起 平平淡淡 简简单单的生活 对于都快接近花甲之年的 两位来说 这无疑也是最安宁 最幸福的生活 我们每个人的一生中 都会面临许多的问题与选择 而逃避 从来都是处理 这些问题的下下之策 它会让你在问题矛盾 不断积累的同时 也让身边的亲人爱人 承受着纠结与痛苦 面对问题 只有果断地做出选择 坚定地给予付出 才是对自己 对他人最负责的态度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